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的 有祂的母亲和祂母亲的敬佩 还有克罗巴的喜子玛利亚和玛利亚玛达勒达 耶稣看见母亲 又看见祂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 女人请看你的儿子 然后又对那门徒说 看啊你的母亲 从那时起 那门徒就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上午的圣点 祝福我们在这里 昨天教会亲客光荣去圣驾 今天教会纪念十字架上面的 一位杰出的女人 杰出的女人 也是我们的母亲 这句订念的耶稣所说的 凡愿意跟随我 该舍弃自己 背着她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而玛利亚是路斯座的第一人 当然教会在今天 读这段福音 也是十分恰当的 不过在翻译上是一个问题 耶稣对她的母亲说 母亲请看你的儿子 其实应该是女人请看你的儿子 为什么若旺在写福音的时候 会这样写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一个极重要的极哀伤的灵动的时刻 会如此撑估自己的母亲 说是女人 而且又对那门徒说 看了你的母亲 然后从那时起那 我们就把她见到自己的家里 当然很多人觉得 这是耶稣的灵中交托 意思是让圣徒里有饭吃 有地方住 好像是一个孝顺的表达 有没有这个意思 应该是有的 可是非常的小 非常少 因为要忘写福音 从开篇到结束 从来就是从过去 影响精神 周浩是一个属于的大师 他不会把人的眼睛 只注意在物质的层面 在绕福音前天都说了 什么天上的事 精神的事 领导报备 然后告诉人 怎么样孝顺 怎么样孝顺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回到那句话 女人看你的儿子 为什么称呼自己的母亲是女人 假如你的孩子这样称呼你的话 要么他是无意挑衅的 就是欠揍的 要么是他背后有话 他想见这个表达 表达有什么东西 但耶稣说 女人你的儿子是 不表达好 欺负尊敬 这也导致了很多 从思念解禁的 欺负 然后对于马里亚的敬礼 大家的抗击 他们说 你看 从思念上看 耶稣也这么 没有非常尊敬的 教她的母亲 我们为什么要尊敬 这个不表达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解禁法 因为在旧别里面 女人指的是恶火 第一个女人指的是恶火 那个女人把我们的幸福夺走 因为不听天父的话 所以耶稣说 女人看你的儿子说 这个女人把我们的幸福拿回来 这个女人接着梦献自己的儿子 他的儿子在身架上 给了我们的幸福 所以他是个新恶火 这个恶火 超过那个旧的女人 那个恶火 这是第一层含义 第二层含义 在旧别里面 天父的子女犹害人 被称为女人 那谁是她的丈夫 天父自己是她的丈夫 可是这个女人不怎么忠实 她常常被安崇拜携手 所以这个女人常常被自己吃 那现在耶稣说 女人看你的儿子 是说的 你这个玛利亚 是真正的天父的子女 是代表了一种忠实的天父的子女 从这个角度里见 浪福音的这句话实在是非常明亮 这个女人代表了 旧别的一切的渴望和忠实 让我们祈祷 因为耶稣把这个女人交给了我们 不是让我们照 是让我们跟她在一起 因为跟她在一起 就能找到对天女的忠实 也让我们祈祷 因为我们也被交给了这个女人 我们是能 这种旧音乐员成了母亲 所以让我们 在不跟前 能够得到安慰 能够得到指引 能够把目光 集中在 十字架下的大英零身上 好